接近岁末时节 许多社会善心人士都会准备民生物资关怀弱势户 这天东区石家里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石家里福德宫也发放贵问金给里内46户的弱势家庭 里长说今年的物资捐赠是最丰富的一次 一户可以拿6袋物资实在是很澎湃 希望他们感受到社会满满温暖 大家将物资集中在宫庙门口 准备发放给里内弱势户东区石家里 每年都会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由当地里长和土地公庙一起募集物资 来帮助里内的弱势家庭 今年联系第16年 这么多年来成本我们石家里福德宫 有我们官委会每年都提供 我们美户关怀户有关怀金 每人一包2000元 然后也感谢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台中市阳光慈善会 由我们林理事长所提供的物资 谢谢我们石家里的里长 他一直都很照顾我们这些弱势团体 然后今年的物资又增加特别的多 石家里寒冬送暖活动连续举办16年 不因疫情而停止 里长说今年的物资捐赠是最丰富的一次 一户可拿到6代物资 包含白米沙拉油饼干等相当澎湃 公所表示感谢地方士生慷慨解囊 让弱势库感受到社会温暖 这次就是寒冬送暖的活动 他秉持了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关怀我们社会的弱势 在这边特别代表我们区公所 代表市长 感谢我们石家福德公的善举 民众将物资放在机车上 再满满地方表示 感谢今年许多善心人士慷慨解囊 为弱势族群带来实质协助 让社会充满更多正能量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